哇啦 今天的主题是昨天鲍威尔没有让太多人抱抱抱 昨天发生什么事 昨天美联储第一次升息 然后看一下 升了0.25 然后他说今年可能会升7次 他也是一夜7次了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已经符合市场预期 所以昨天我本来觉得醒来不是抱负就是抱抱抱 可是最终只是抱我女朋友睡觉而已 没有什么东西发生的 因为就是在预期之内 所以他说为了应对通货膨胀 他准备他们就升息 然后今年可能会升7次 但他们很喜欢走一半然后转回来的 他们最喜欢的那种政治的这些手段 可能他们是一次两次或三次之后 他们就会说现在战争很惨 疫情很惨 全世界很惨 所以不再升息了 然后又把它降回0 每次都玩这种乱七八糟的招的 三年前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这个新闻是不好也不坏 然后其他的我们到底下几天或者下个礼拜行情 会怎样的话我们回去看全部的图表 图表可能会更有效一点 好了昨天我直播有说到的 我拆比特币新闻出来会去到4万2 然后被砸下来 结果他没有上去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了 但没有什么波动了 今天如果他有再拉一拉拉到4万2 完成鲨鱼不突破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看他跌的 比特币以太坊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戏的 但蛮多山寨币借此机会拉盘的 然后看到几个拉的挺不错的 昨天晚上直播有说到10币 有说到什么LRC 有说到ETC 全部也是拉了一波了 然后这个是我对比特币的看法 我们看看以太坊 以太坊 我昨天也是在直播有说的 可能走一个蝙蝠 可能走一个113蝙蝠 两个都有可能 蝙蝠突破了 所以他跟比特币很像 有可能就是会去到11328左右 如果不突破的话 可能会下来 这个是一个113蝙蝠 可能直接这个level跌也是有可能的 但我就觉得886跟113的 几率比较高 所以我没有太看好以太坊 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形态的范围内 所以应该不会打 要涨的话 昨晚结束早就飞了 所以今天可能拉一拉 测试一下2800 让人家4摩一下 我猜他们可能还会继续的砸 这个升息不管怎么样 还是对很多资产是不利的 然后借房贷去买房子 对房屋企业不好 对科技股也没有什么好 但昨天我听说就是中国政府注射基金去护盘 护中国的盘 因为中国的股票最近跌到不认识父母了 所以这次可能会看到美国跌 可能中国涨 亚洲涨美国跌有这种情况 有偶尔会这样的 所以因为政府执行 OK来看一下 我的Wave拿到我的脖子要断掉了 还是在这边 无聊的要死 昨天去到31块4毛6 我没有被打 我实在上11块半 然后就砸回来了 我29块7的单子还一点点在赚 没有什么好开心的 不理了就放这 然后希望高位不要被打破 他真的再回来测试反转区 我觉得还是OK的 不理了 反正就差一点 差一点之后这个单就打止损了 我就把它当成已经打止损了 不理了 要码止损要码发财 这时候对Wave的看法 OK还有什么 昨天有很多人玩KNC 再讲一下 昨天蛮多人玩KNC 错了 KNC应该是USD的 昨天蛮多人玩KNC的 我说这个level 322以上可以考虑 然后去到327 然后现在开始在跌了 这个是双形态的 我觉得KNC是有调整空间的 所以可以继续拿着 如果以A到D的一个目标 走一个382的话 再次的回来2块半应该不难的 OK 所以AMC有空单了 昨天蛮好运继续的拿着 OK Luna Luna今天怎么样了 OK Luna你看昨天的新闻 对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真的不懂她干嘛 希望继续 她我的心目中要空Luna的价格 是在115吧 一直没有上来我就不理了 所以我暂时也不懂怎么看她 但我也不排除她可能会走一个鲨鱼下来 然后我们再抄底 所以要多要空 其实两个形态都化好 然后看哪一个先发生就做哪一个 如果她真的突然崩盘 突然我崩为什么 突然崩到54左右 完成鲨鱼可以接底 如果她继续的拉到115这里 螃蟹完成可以考虑去空了 在中间什么都别做了 教育就是不要那么复杂 有机会就进 没有机会就去送外卖去耕田 OK 这个什么鬼来的 LUX 最近火币又清退我 幸好我可以回去币安了 太开心了 还是币安的平台好用 币安要不要找我代言了 我不要做什么代理了 做代言可以吗 我要跟长鹏兄一起上台 这个LUX底部累积筹码拉盘了 这一步会拉多少 猜的了 这个有点像RUNE的行情 然后我看给她走一个鲨鱼 表演到一个鲨鱼完成 应该差不多了 今天RUNE也是有行情 可能真的要来到我的8块2了 所以我会一直盯着它 等一下我再讲RUNE 这个1块5毛7 这个LUX有机会拉到这里的 这里是一个鲨鱼形态 886224在这里重叠 所以如果回到157的话 可以考虑去空它这个LUX 如果你有多单 你买着好的价格 你买着1块钱以下 就拿着吧 我觉得应该还有空间长了 这个LUX 虽然对它不是很熟 ANC ANC 这个什么鬼来的 昨天拉了一拉 有爆震量 然后好像又被砸回去了 这个不懂是干嘛 Anchor Protocol 我记得了 可以那个Anchor 底部测试一次两次 拉了盘有爆震量的 RSI到超买了 可能又要挑战回来了 以形态的角度 是不是走了一个形态了 看一下 6181618 其实这个Anchor走了一个螃蟹1618了 所以这边一开始可能会调整回来 要抄底的话 考虑这个level吧 2块8 OK 要空的话已经有点太吃了 除非它2炭3块4 那你可以再次的考虑 OK 这是我对Anchor的看法 好啦 在讲cake之前 我要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就是林北吃一个非常特别的包子 给大家看看我的办公室吧 这个是敲弹的Mouse 然后那个是放手机的 这个纸巾你们懂的 然后看图表啊 现在看着Waves在被炸盘的感觉 哎呦真爽真爽 拿着拿着 要不要打灯看书 你知道吗 好 就是这样 然后刚去那个健身房了 然后买了一个小的一个点心 这个包子你懂什么特别吗 这个包子叫 板包丹枕 就是包子里面有八粒蛋 等一下我打开给大家看那个八粒蛋 今天没有熟 所以打开了给大家看一下 好啦好啦 现在开箱这个包了 只拿出来了 里面八粒鸡蛋 不懂 看不看得到全部八粒 哇 懒得熟啊 下面两粒 上面两粒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里面还有很多粒 反正就是巴黎 这个就是一点比较特色的 别的国家应该没有八粒蛋的包子 好啦我饿了 我要先吃一点东西了 吃包子 好 好啦 那个包子你看好不好吃啊 我现在很饱 他妈的那个包子吃了西别饱 不懂它里面放什么 哇 那个蛋很多很多很多 一粒真的是可以抵过一碗面真的 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这个是蛮特色的 别的国家有吗 八粒蛋的那个包子 听说这里胡志明还有一个店 是卖十六粒蛋的 你们改天要着价 拍摄的 拍视频给你们看 好了 我们再讲cake 有位朋友说昨天忘了看你的 没有时间来看你的直播 可以帮我再讲cake吗 可以 你这么有礼貌当然可以啦 你都没有叫我去抱抱抱 抱树 没有叫我 没有好就有礼貌 就有礼貌我都ok的真的 你好我好大家好 对不对 好啦这个cake 暂时我就觉得有一个趋势线很厉害 这条线不破的话就很难拉盘 所以要空的话 你等他再拉一点点 跟比特比特大方一样 可能再拉一点点 5块7左右无法突破的话 我觉得还是应该会被找下去的 ok 一直跟随这个趋势 直到趋势改变 AV昨天我直播有说到的 然后就讲到他有一个小形态 可是半完的时候直接被拉破了 所以就说了不要过瓦单 我昨天晚上说的是在差不多130好像左右 然后直接一根拉破 你就错过了 没事了 就没有就是形态失败 你也不亏一分钱 然后我们就看大一点有什么形态 AV大一点的形态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160 160左右 这里有一个加特里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level完成 会不会有机会去控他 ok AV 今天有新闻好像说他上什么什么什么交易所的 你看8块2回来要接林别了 所以记得不要挂单 等下我要看到RSI进入超买 然后价格从超买RSI走出来 我才会考虑 所以耐心是有希望的 耐心是对的 有时候就是差一点点下去 然后又回来 所以8块2 等下到达超买不要直接跳进去 所以如果从超买走出来RSI 我们再考虑 如果直接拉爆8块2 你也不进场也不亏钱 对不对 所以我对RUN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去看8块2到底顶不顶得住 ok来看两个 昨天美元升息 所以照书本的理论是美元应该会涨的 但美元没有涨 他妈的也不懂他干嘛 不懂他干嘛 真的 我再猜是不是可能要调整一下才会拉 我猜美元可能会拉 跌到97左右 再继续的上 可以长期应该是涨的 但可能需要一点调整 调整完到一些支撑 然后再继续的拉盘 好啦 最后一个我看纳指吧 因为股指也是很多人关注的 美国股指 可以我看的是Oanda的 可以纳指暂时来到了一个阻力 然后我不懂这个算不算突破了 4小时好像突破了 可是已经很接近超买了 不懂会被继续的拉 但我还是不看到他可以拉多少 但毕竟这里也是有一个假突破 我觉得拉多一点点OK 只要有些level不破就OK了 这里好像一个假突破回来 然后如果以心态的角度来看 这一波可以拉到多少 看一下一个反射ABCD可以去到哪里 去到15000 我觉得应该会在空间以内的 X A B C 应该会在空间以内的 真的在拉盘我觉得顶部是在15000左右 所以有些时候数字货币市场跟股指 可能挂钩没有那么的好 不是每次都百分百的 不是每次股指涨 那个数字货币都会涨的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了 然后记得点赞留言分享 点赞留言分享 点赞留言分享 拜拜